各位早安 大家好我是Ben 你知道現在幾點嗎 現在還沒6點 今天這麼早出門是因為我們要去搭熱氣球啦 最後還是要去搭 那其實我以為更早 就是我以為4點半就要出發 要去什麼山谷啊 那邊等待 沒有 他說6點出發就可以了 然後開車可能4、5、20分鐘就可以準備搭熱氣球升空了 就在下面那個廣場那邊 好早喔 好 沒關係 那我們6點要幾何 現在準備出發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興奮期待 好久沒搭熱氣球囉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吃早餐 吃完早餐準備先上路 好早喔 還有睡覺喔 千呼萬喚使出來 我其實掙扎了很久 既然來了卡帕多奇亞不搭熱氣球實在說不過去 等疫情結束後再帶Emily來一次吧 在卡帕多奇亞搭熱氣球的熱門季節呢 是10月到4月 但其實很看天氣 風太大不飛 下雨不飛 下雪不飛 冬天也有可能不飛 每天早上須等土耳其民航局點頭 才能看到滿天空的熱氣球 好啦 那現在就是要改那個氣球的充氣 對 充氣以後 然後等下再把這個 打火力的那樣子 把熱門灌進去後就可以整個省庫 其實現在齁 已經看到超過2.30的熱氣球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氣球好了 可以準備 飛上天啊 OK 大甩 大甩 是 選擇的 可以在糖尾上 好幸運 可以在糖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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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見 我們現在請飛吧 飛起來啦 我們現在在一個地方應該是有一個西大利 這就是我昨天原本要來看日落的玫瑰谷 唉唷 腳有點癢癢的你看 隨著熱氣球慢慢升空 腳底下的精靈煙囪們慢慢離我們而去 真的有種漫步在雲端的感覺 一般來說都會先讓大家離地10-30公尺的高度盤旋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就叫做Pigeon Valley 搭配慢慢的360度轉向 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不同方向的美景 最後再緩緩升空到500公尺高 就能一覽無依整個Cappadocia高原了 現在的高度大概是500公尺高 如果有居保證的話 看下面 這個小鎮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Garoni 至於為什麼到Cappadocia一定要搭熱氣球 這個由來是什麼 已經不可考了 只知道這成為土耳其最吸引人的活動之一 在這裏在旁邊 這次是絕對的 還要不要揹穩 這次是絕對的 再次會見 今天我們要找到的地球 再次進入 再次進入 走進入 1個的頭 2個的方向 1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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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的方向 1個的方向 2個的方向 還好不用擴降 愛的擴降 愛的擴降 就是慢慢的 因為今天封得他 現在降落了 爸爸我們帶去哪裡 好,看到我們完美的降落了,讚! 很好,很好,很棒 不錯 你沒問題 比較專業的乘客 我們喜歡香檳 它有藥水,我們也有藥水 好香喔,但是一大早就喝香檳也是可以 乾杯 乾杯 謝謝 在土耳其做完熱氣球,是要喝香檳慶祝的 這背後可是有故事的喔 相傳最早法國人乘著熱氣球來到土耳其時 為了避免土耳其人誤以為他們要進行侵略 所以一下熱氣球,就馬上打開香檳表示友好 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習俗啦 你看最後還送你一塊獎牌和證書,成就達成 好,我現在已經回到我的飯店,我的洞穴飯店 其實這個熱氣球之旅還蠻好玩的 你看我們早上六點起合,六點出發 然後去行前說明會 然後吃個小點心 這樣子到最後搭上去 然後降落到你真正回到飯店 兩個半小時左右 非常的舒服 而且因為今天天氣還不錯 雖然沒有大太陽 可是呢,非常的平穩 不像我上次在埃及做那個 喔,把熔爸熔媽嚇死了 他們告訴我他們這輩子不要再搭那個熱氣球了 但在這個Cabadocia不會 非常安穩的降落 直接降落到那個車子上面 超厲害 那你問我說值不值得來這個Cabadocia搭熱氣球 當然值得啊,算250塊歐元 可是我跟你說 你可以看到同時超過100個熱氣球這樣子 染染而上 染染上升 那個感覺是你在其他地方 沒辦法體驗的 所以一定要來 來到這邊一定要搭個熱氣球 那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接下來呢,我要再去地下城 還有很多在Cabadocia的地方 值得你去探索 好,先出去啦 這個洞穴飯店再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 謝謝